万万没想到,把一碗糯米粉倒入滚烫的开水中,瞬间变成人人爱吃的美食,先收藏起来吧 先准备500克糯米粉 加入一勺食盐,增加糯米粉的筋性 再用筷子搅拌均匀入一个底味 起锅倒入500毫升的清水,大火烧开 然后把糯米粉全部倒进去 这里不用关火,用筷子搅拌搅拌 用汤面做出来的面食,口感更加好吃哦 把糯米粉搅朝没有干粉的状态呈现像这样的面絮状就行了 倒入盆中好操作 加入一勺食用油 趁热揉成光滑的面团 这里加入食用油来揉面 面的口感会更加柔软劲道 最后揉成一根像这样非常光滑软硬适中的面团 放在这个碗里面 盖上保鲜膜醒面10分钟 并准备一个碗 倒入多一点的葱花 一勺食盐 两勺五香粉 一勺面粉 一勺黑芝麻 一勺白芝麻来增香 分次淋上热油 充分的激发出香味 再用筷子搅拌均匀 这样油酥就备好 放在一边 饧好的面团不用揉 直接搓成长条 再用刮板切分成大小均匀的小剂子 再把小剂子拿来先稍微按扁 然后再用擀面杖擀成长面片 面片的厚度大概在0.2毫米左右就行了 不用太薄也不用太厚 接着在面片的中间刷上刚刚准备好的油酥 四周留下0.5公分处不用涂 这样比较好操作 再从一头卷起 卷成一个圆饼 直接用手掌按压 按成像这样的扁平状就行 里面的油酥露出来也不要紧 露出来还会更好吃呢 里外都是咸香味 依次把所有的面剂子都做成像这样的双胚 放在一边饧上10分钟备用 起锅热油 把小饼一个个的销入锅中 先开中小火 烙上3分钟 饼的一面定型微黄就可以翻过来 接着继续中小火烙 现在烙了有5-6分钟左右 要反复的翻面 不然很容易被烙糊 烙至像这样饼体鼓起 用铲子按压能够迅速的回弹 并且两面金黄酥脆 就可以出锅啦 用烫面做的 葱香浓郁千层饼 全家都爱吃哦 喜欢的欢迎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